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介绍我们的嘉宾 胡振国 Philip Hu范宇集团的CEO 创办人Philip你好 李李你好 各位湾区的观众大家好 为什么在未来呢 越来越多世界上的钱都会入流 来流入美国 如果在2009年2010年 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 我如果跟你讲 将来很多钱要来美国 美国又是全世界以后全世界的省税天堂 你会想的怎么不相信 所以呢08-09年的时候 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 是不是全都往亚洲走 可是现在呢 刚好整个都倒过来了 事实上美国有 我为什么说未来很多钱要到美国 大概未来5年10年甚至20年 美国将会成为全世界新的省税天堂 省税天堂 我们还在抱怨税多呢 是所以你对税不够了解 我承认 所以我当然讲 我比较革命性的讲法 事实上我们常说 未来有四大武器 美国有四大武器 让全世界的钱要过来了 那我在我讲这四大武器之前 我先要讲刚刚你讲的 美国税很高 其实美国税一点都不高 美国是税率高 税率不低 但税不高 因为呢美国给很多 美国比较辛苦的叫做高薪的打工 组媒资产 但是呢美国给你做生意啦 投资啦 有很多税上的好处 比如说你自己开公司啦 说烧粉薄益啦 还有你投资像房产之类的话 太多税的好处了 房租可以扣 mortgage 可以扣 property tax 可以扣 depreciation 再扣 maintenance 一定要好好利用 是 然后呢卖的时候 可以1031 要用钱cash out出来 人走了还没有缴索的税 因为capital gain step up 这些都是合法的 是所以呢我今天来讲 所以今天基本上 还有呢人数保险 一样类似的概念 所以我们来讲这四大 所以我想 其实你真的要了解美国税的话 如果你能够知道美国税的好处 你才能知道如何投资 一辈子赚钱不打税 绝对是可能的 那你要利用这些事情的话 那当然是美国才不用交那么 约约往往交那么多税嘛 那就算你多交了税也没关系 通常你每多报一块钱所得 你可以跟银行多借 5块到7块 你再杠杆做投资 Exactly 所以呢那我们回到刚刚讲的 美国四大武器是哪 四大武器呢 第一个 大家都比较熟的是FACA FACA FACA FACA的很多重点呢 是美国身份人在海外的钱 不好藏了 那是不是很多钱要回来了 对 因为在外面藏的越来越难藏 听说两三年后 当FACA正式实施的时候 任何在海外开户的录音带 都要直接交给美国 哇这么恐怖 而且 而且就说 除了这样子以外 任何怀疑有美国身份 哪些叫怀疑有美国身份 除了公民居民 税务居民 美国出生以外 最重要 只要你联络方式在美国就算了 哦 联络电话在美国 联络地址在美国 授权人在美国 还有常往美国打钱 都叫 都是将来可 所以在海外是不是越来越难藏了 真的是 很难藏 所以FACA让美国人的钱 在海外的钱要回来 乖乖的回来 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在哪里 不是回不回来 是怎么回来 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其他国家没有FACA 所以其他国家 120几个国家地区 成立CRS CRS CRS全名叫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就是其他国家的FACA 他们要互相交换资讯了 所以现在的风声鹤唳 很多在其他国家 现在慢慢都开始紧张了 因为通通要交换资讯了 金融资讯 这些都开始实施了没有 已经在开始 要么2017 18年 就已经陆陆续交换了 所以呢 像香港这些地方 都变成不安全了 连温哥华这些传统的一些 省睡天堂 都慢慢开始不安全了 可是最大的好处 美国没参加 所以美国 美国太聪明了 美国说我不参加 所以别人在我这边前 我也不用告诉他们 所以呢很多人 反而到了美国 反而最安全了 所以CRS的solution在美国 所以这个CRS会让很多 CRS国家的公民居民 或税务居民 全要到美国来了 你第三个是不是省税咯 美国公司 美国减税嘛 其实大家不太知道说 减税对个人税 还没减的那么多 39.6到减到37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真正省税的是公司的税 公司的税 35降到21 一次回来再打折 那美国其实光 一次回来再打折 再打折 所以美国其实像四大 这些高科技公司 像Apple Google 这些他们在海外 就有1.6 trillion的钱 美金的钱 为什么不回来 在爱尔兰 付12.5 回来付35 要不要回来 要 外面12.5 美国付35 要不要 那当然就不要了 可是呢 回来付21 现在一次打折 可能只有付15 回来 回来以后爱干什么干什么 对对对 所以去年Apple 就回来3500亿 然后Cisco开了第二强 所以像这种钱 以后未来陆陆续 会有很多公司的钱 到美国来了 然后呢 外国公司也想到美国来了 为什么 所以以前不来的原因 是因为一个是税高 一个是人工贵 现在税高降下来了 人工又可以用机器人 所以呢 外国公司要不来了 两个利好 当然要回来 第四个 中美贸易战 所以川普讲说 你想要不打关税 两个结论 一个到回美国 第二个到越南去 东南亚其他的国家去 所以是不是很多工厂 要来美国了 以前都没考虑 美国都要回来了 为什么 外销变内销 不受关税的影响了 所以你听到这些 这四大原因 会不会让很多钱 想到美国来了 会的确是会的 所以呢 第一个回来以后 美国身份的人 FACA在美国前 本来就没事 第二个 外国人在美国前 也不受CRS的影响了 所以呢 是不是就造成省税 天堂一个好 第一件事情 金融资讯不交换 第二个 再到美国现成的 一些免税省税的投资 比如说房产 出租的房产 还有我们常常谈的人寿保险 记不记得人寿保险 记得 人寿保险是一个 而且人寿保险 有10家保险公司 左右的公司 可以卖给没有美国身份的人 那外国人也可以来 用美国人说 做免税退休规划 那这方面范园 就更可以帮助到大家了 没错 我们去年大概 中国到美国买人寿保险的 超过一半是经过我们公司 哦 其他全美国 其他公司 占4成果 所以呢 我们今天来讲 我们在这方面 我告诉他 如何做财产的分配 你能够达到 第一不用交换 第二个能合法免税省税 美国会不会成为未来 最好的省税天堂 谢谢解释 短短的时间 就让我们毛晒顿快 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 好像整个颠覆你原来的 一些想法了 眼睛大开 让我们非常开心了 所以我们会非常高兴 很多钱要来美国了 嗯 对 那范宇在矽谷湾区有几个office 来帮助到大家 我们有三个办公室 三个办公室 除了我们在Saint Mattel 还有Saint Jose以外 Plancer等也有个新的office 所以呢 这些呢 我们都希望大家 跟我们公司的人联络 看我们公司在各方面 如何来帮助各位 好 并且该公司也有很多的training 很多的演讲 让大家扎扎实实的 把这个财务的知识 传递给大家 对有兴趣参加这一行的人 或已经在这一行的人 让我们如何提供你更多的服务 感谢Philip 谢谢你 谢谢Lily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娱乐漫谈 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 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